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吉林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 丰富冰雪经济市场供给 提升服务品质是关键 近年来 吉林贯彻落实两山理念 以市场供给服务品质为着眼点 做好白雪换白银文章 持续后持冰雪优势 释放冰雪红利 助力吉林旅游产业 向万一级全速迈进 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雪具服务中心内 北京学友劳拉正在收取 前几天从家里拖运来的雪板 劳拉告诉记者 她使用快递邮寄雪板 不仅可以在家下单直达雪场 而且包装细致 安全放心 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 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挺方便的 因为其实不用出家门 就有小哥直接来家里 把我的板子取走了 然后到这边 就直接在这个雪场 那个雪具大厅 就直接拿过来 我甚至都不需要从酒店 把这个板子拿下来 就很方便 对于滑雪爱好者而言 一个好的滑雪场 不仅要有优质雪道的完美体验 配套设施服务同样重要 而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和国内某快递企业 共同携手推出的雪具快递业务 让雪友不用再为繁重的雪具 如何携带和托运而烦恼 一下就在雪友圈里 引来好评无数 我从这边雪场 一会之后 我在那边雪场 一球就可以了 一般只要两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为了在激烈的冰雪市场竞争中 牢牢占有一席之地 进入2022雪季以来 省内滑雪场企业 几乎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不仅推出了雪具快递业务 同时还新建了37条雪道 和两条缆车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今年则在雪道种类上做文章 创新推出林间野雪 蘑菇道等多项滑雪体验内容 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 则从接待能力入手 扩增2000个停车位 新增两家接待酒店 伴随着不断完善的设施条件 和有效扩大的产业规模 眼下 全省已建成的75家滑雪场 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0万人次 我们吉林省走了一条形象品牌化到产品品牌化的这么一个发展路径 实现了由追兵变标兵的这样一个发展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形象品牌不断清晰化 我们的滑雪产品 冰雪产品 进一步丰富 扩容 体制 近年来 我省把省内冰雪资源与省外冰雪资源相互统筹 充分挖掘冰雪经济潜力 与新疆签署共同创建中国长白山脉 阿尔泰山脉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把全新的发展理念融入冰雪产业发展全过程 后执冰雪优势 释放冰雪红利 变冷资源 为热产业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万亿级冰雪经济 按照我省出台的 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实施意见 以及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十四五期间 我省将持续提升冰雪市场价值 努力把吉林建设成为冰雪产业大省 冰雪旅游强省 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 当前吉林正积极行动 冰雪产业的竞争力 号召力 影响力 不断增强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 一年来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胜利召开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 深入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以超长决心 超长措施 超长努力 推动经济运行 复苏企稳 加快回升 吉林高质量发展 稳中向好 成绩 输为不易 值得倍加珍惜 刚刚结束的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各项部署要求 联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进行了全面总结 科学分析 系统谋划和重点部署 为我省明年经济工作 指明了发展方向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新的一年 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为推进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开好局 起好步 大家认为 2022年 全省上下 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忠实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落实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高质量发展 稳中向好 改革开放 向纵身拓展 乡村振兴 扎实推进 生态强省建设 取得新进展 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 来之不易 难能可贵 一年来 面对极其艰难 极具挑战的 严重发展形势 省委省政府 团结带领 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穷众 以超长决心 超长测试 超长努力 推动经济 用行 复苏其吻 加快回升 吉林全面整形 迈出新步伐 明年经济工作安排 思路十分清晰 目标科学精种 措施具体有力 重逢体现了 省委省政府 在中国式 现代化 新增城上 戳力奉发 拼搏奉劲的 昂扬斗志 推动吉林省 全面整形 取得新突破的 担当作为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紧紧围绕党的 二十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部署 实施求是谋划了 振兴发展的 吉林路径 宏观处 着眼 方向明媳 微观处着手 举措务实 下一步 我们一定 坚定地落实好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 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聚焦 一组六双 高质量的发展战略 紧密结合 通话实际 以二十项专项行动 为落实载体 牢牢抓住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这条主线 建设好 中国医药城 人神城 扑斗九城 努力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大家表示 要准确把握 明年经济工作 部署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进一步解放思想 努力同心 真抓实干 努力完成 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为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吉林 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军事公司会议指出 要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紧扣发展六星产业 这为我们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 提升了信心 常光卫星公司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的 领军企业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 吉林银号星座的建设速度 提升星座的载轨 运行服务能力 构建高堆装备制造 与信息服务 融合的发展模式 创新开发 摇杆应用的新产品 新应用 新场景 不断提升 摇杆服务效能 助力新时代 国家高质量发展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对我们的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 明确了新思路 确定了新标准 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 五个新松原的奋斗目标 坚持以改革为离 深耕发展握土 以服务春风 催暖市场经济 笃定独行 接续奋斗 加快打造办事轻松 环境宽松 发展放松的 松原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面 提速征先 以数字字汇为核心 帮助本地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 降低企业成本 为浑春市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连日来 全省各地持续开展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让二十大精神 在吉林大地落地生根 日前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松原市委宣讲团成员 来到宁江区 团结街道 松滨社区 和宁江区实验中学 为广大干部职工 和师生代表 进行了宣讲 宣讲团成员 从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任务等方面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行了系统讲解 和深刻阐释 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 我想我们应该时刻牢记 为党欲人 为国欲才的初心使命 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双重塑造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落实利得庶人的根本任务 在前国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阿末尔街道 纳赫牙社区 松原市委宣讲团成员 以榜样的力量引领我们成长为题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 我将与社区同志一道 积极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 深入群众 做更多会民生 短民心的事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强 吉林杨静宇干部学院 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干部教育培训中 谋划吉林杨静宇干部学院 2023年课程设置规划 采取你预约点单 我沉浸授课方式 从多个维度 积极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培训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红色吉林主题教室建设 红色资源系列现场教学点打造提升 等学院重点工作中 满足学员体验式教学培训需求 我们要先学一步 深学一成 多物一分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到教学培训 理论研究 队伍建设和管理服务的 各方面全过程 深入挖掘东北康连精神 和杨静宇精神的时代价值 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 为推动吉林振兴 取得新突破 激发前进动能 汇聚精神力量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今天的新华社客户端刊发 瞭望新闻周刊长篇文章 治国理政济世 正当现代农业排头兵 全景市报道了 吉林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 一因嘱托 突出抓好 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个重点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和技术装备建设 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当现代农业排头兵 今天的新华社客户端 在吉林新观察 长白天下雪专栏 还刊发新闻 吉林市多维度塑造冰雪强势 和吉林各大雪场开板 新玩法去写冰雪热 多角度报道吉林省冰雪经济 12月22号 人民日报发表 对全国人大代表 初见美的采访文章 12月23号的人民网吉林频道 以吉林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开好局 起好不为平 报道了当天 吉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在长春召开的消息 今天的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 先后播发新闻 吉林又是一年东捕食 鱼猎茶肝庆冬年 和吉林鱼猎茶肝湖 东捕队翘手叛红网 对正在进行的 吉林茶肝湖 大规模捕鱼作业 进行了现场报道 科学防控从我做起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吃药有哪些注意事项 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常见药的使用方面 有哪些禁忌 专家指出 感染新冠病毒以后 有发热 全身疼痛症状 可以用一些解热阵痛的药 有咽喉肿痛 咳嗽咳痰 胃肠道症状 可以用一些相应的 对正药物 在使用这些药物前 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看好剂量 使用频次 注意事项 用药的时候不要饮酒 或者喝含酒精类的饮料 尽量用简单一些的药 不同的药物 有时候可能会相互影响 此外 不建议患者 加倍药物的剂量 这种做法 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增加副作用 另外一些中程药 或者汤药 也可以改善症状 有一定的康复效果 大家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合理选用 感染后 能否自行服用 抗新冠病毒药物 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荐了三种抗新冠病毒药物 包括丹克隆抗体 奈马特围片 利托纳围片组合包装和阿兹夫定 早期使用都可以减少重症的发生 缩短病程 缩短病毒排毒时间 目前这三种抗新冠病毒药物 都应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应幼儿感染后 能否用武汉的这种物理方式帮其退热 相关专家提示 两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下的孩子 能选择的退热药物 只有兑乙鲜胺积分 两个月以下的孩子 不能口服退热药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同时不建议以武汉的方式 给小婴儿进行退热 应尽量给孩子创造一个 相对凉爽通风的环境 适当减少医务 以提高孩子的舒适度为主 科学防控 从我做起 冬季天气寒冷 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的季节 多种因素影响老年人 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比例 明显比其他人群高 那么老年人感染后应该如何监测 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专家提示 老年人感染新冠后 有可能会发生沉默性缺氧 特别提醒 陪护失能老人的朋友 一定要监测老人的体温 心率脉搏 还有外周血氧饱和度的变化 如果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 要及时就诊 就诊越早 救治的成功率也就越大 老年人感染后 出现哪些情况应该及时就医 如果是独居老人 自己要了解身体整体的情况 包括基础的心率 血压 脉率 呼吸 外周血氧饱和度等情况 一定要密切监测 出现恶化 及时就诊 要注意观察 老人一般生活情况的变化 比如是不是能够很好进食 大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尿失禁 有没有小便量明显减少等 特别要注意老人的精神状态 如果老人出现明显的嗜睡 交流障碍 不认人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表达没有逻辑等情况 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 将有老人感染新冠后 如果发热 咳嗽 呼吸困难等症状持续或加重 包括精神状态明显不好 需要及时就医 如果出现了一些新的异常 比如出现呼吸困难等 也需要及时就医 合并像慢阻肺 哮喘 糖尿病 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一旦感染之后 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 当出现基础疾病加重的时候 也需要及时就诊 大于80岁 基础疾病特别严重 平时控制的不好 且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老年人 一旦感染后 家人在观察照护的时候 要更加细心 出现问题更要及时就诊 科学防控从我做起 孕产妇在居家监测和健康管理时 如果出现发热等症状 不要自行使用抗病毒和抗菌药物 来看专家提示 专家表示 准妈妈居家监测和健康管理期间 如出现发热等异常情况 不要自行使用抗病毒药物 孕妇在应用抗病毒药物的时候 一定要征求医生的意见 同时也不要自行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对细菌感染有效 但对新冠病毒无效 滥用抗生素容易引起耐药性 此外也不建议自行服用中程药 要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 进行一个应用 而且如果孕妇出现持续高度不退 肺炎呼吸困难的情况 如果出现胎儿心跳增快 专家提醒 准妈妈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一定要及时就医 寻求医生的意见 此外 产科检查不可停 继续关注青春的模样系列报道 今天带大家到我省西部的大安市 认识一位脾气有点倔的农民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他愣是把数千亩盐碱地 改造成了丰收田 我叫武在州土生土壤的大安人 你看我天天赛缺黑 但这色我挺喜欢 原来我也白 地也白 因为这地是严检地 现在地变黑了 我也跟着变黑了 但是地里的粮食 一年比一年变多了 我也挺服我自己 把这撒白的延远地 能变成黑土地 我以前是干建筑的 挣了点钱 可农村出来的人 总感觉离开土地不踏实 2015年决定回村种水田 没想到亲戚朋友全都反对 妈呀 都见不辣 这地方村草不少能长庄业 还种水稻呢 钱扯淡 那时候三十来岁 年轻有冲劲 又看到已经有人开始种了 所以觉得自己也行 没想到头一年上秋 母厂就三四十斤 赔了个底朝天 想一想去不甘心呢 而那句话 我不服 但这回我不再忙干了 种田野野地啊 管有利息 不行 还得有科技 就是这块地 这块地给了我启发 给了我种植野野野地的方法 这块地不是我的 是综合院专家的 上秋产量平稳的高 平时长得也很茂盛 我就上他这来学习的了 他来到了我们大安减地生态实验站 我们就给他推荐了现在的大安模式 专家说你之前靠传统的水洗岩的办法 改造延远地 效果肯定不行 得是量田量总量法 三量一体化 高效治理模式才行 有了新技术当年牧场就超过了八百斤 以前没服过水 这下我是真服气的 第二年我又承包了三千亩延远地 这几年跟着综合院的专家 我不光学会了改例 种地 更懂得了其中的义 我改种的延远地是国家18亿亩耕地 保护红线之外的土地 我多改一亩延远地 就意味着国家多了一亩耕地 省里提出实施千亿斤粮食目标 最大的潜力就在我们西部延远地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用的是综合院东道122的梁爪 每场地至少增产一千斤 我身后这堆稻谷就能卖到多少钱 八十多万块 我现在量财厂总共是 今年要是全能卖到 得卖将近六百万 以前村里人不信延远地 能种出水稻 现在他们也服气了 纷纷跟着我一起干 听说大人士现在已经推广 这种新技术七十多万 延远地真是变成了新娘仓 今年二十到 习近平总书记说 咱年轻人就得怀抱梦想 又脚踏实地 敢想敢为 又善作善成 别看我显得有点老 其实还年轻 我们年轻人就得有骨子不服输的 倔劲 把这片延远地改好 纵好 多打粮食 我还得继续奋斗 在武在周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农民 在延检地上涌动的青春激情 更感动于他对重粮意义的理解 农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机 在吉林省西部 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武在周一样 对土地有感情 对农业有信心 对科技有信任的年轻农民 回归农村 回归土地 不断探索 辛劳付出 才会让八百里汉海 简巴浪 变身米粮川 成为可能 今天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在长春市九台区 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启动 健康吉林 乐动冰雪 吉林省即长春市 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同步开启 全国大众冰雪季 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 以面向社会普及推广 冰雪运动为主旨的大型活动 致力于将冰雪体育和奥运精神 传递到民众之中 本届冰雪季活动 以奋进新时代冰雪新征程为主题 启动现场举行了滑雪表演 雪地足球 雪地飞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冰雪爱好者 齐骏妙香山 共同分享这一冰雪盛宴 雪场越来越方便了 顺便越来越好了 享受滑雪的这种刺激 把这次活动 与我们省的健康基林 乐动冰雪的启动仪式结合到一起 促进我们省冰雪运动的开展 也带动了我们省冰雪产业的发展 日前2022年我省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申报认定工作完成 唐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 办事处龙兴村等28个村镇 被认定为2022年度 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截至目前 吉里省共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99个 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77个 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有力支撑 抢抓冬季施工工期 环级高速项目 加快推进4-0 5-0等隧道建设 同步做好冬季备料工作 截至目前 全线隧道开挖已完成99% 今年环级高速项目完成产值17.45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100.3% 为推动疫情防控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文产保工 日前省市场监管厅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制定相关措施 支持省内设议防控药械生产企业 满产满工 支持中药配方颗粒上市和跨省销售备案 支持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备案紧急使用 支持省内企业承接治疗药物委托生产 支持有条件的生产企业 受托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指导企业深挖潜力 合理有序排产 协助企业解决原料药短缺等问题 最大程度释放产能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 25号全省晴有时多云 吉林东部 白山东部 沿边西部 长白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震雪 白天最高气温零下7到零下12度 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8到零下27度 未来一周我省部分地区仍有震雪 提醒各地需加强冬季温室蔬菜花卉等 设施农业生产管理 并根据天气变化 及时做好彭氏温度调控 防止冻害发生 进入冬季 辉南县四方顶子山 频繁出现雾松美景 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 银庄素果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庄素果